面对着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挑战 我们很容易会感到压力 当我们紧张的时候 呼吸就会不自觉地加快和变短 腹式呼吸连习 是透过让我们的呼吸变得更慢、更深 以达致放松身心的效果 现在我们会先进行腹式呼吸连习 连习之前 你可以先找一个舒适而不受干扰的空间 坐下或者躺下 你也可以松开紧身的衣物 比如颈后扭、领胎、皮带等等 如果合适的话 现在你可以先透过鼻歌 深深地吸一口气 让空气直接吸到腹腔 吸气的时候 然后留意着小腹随着空气的进入 而慢慢涨起 现在再用口慢慢地呼气 感受着小腹 慢慢地回落到原来的位置 如果你的呼吸比较短 未能够落到腹部 也不需要勉强自己 只需要逐步将呼吸拉长就可以了 多点留意和体谅身体 此时此刻的限制 然后我们可以重复 然后我们可以重复 用鼻慢慢吸气 再用口慢慢呼气 继续保持住深而慢的呼吸 不需要特别用力去呼吸 继续深呼吸 在呼吸的过程中 你可以想象在腹部 好像有个气球一样 吸气的时候 气球会充满空气和涨起 呼气的时候 就好像将气球里面所有的空气 慢慢地放晒出来 吸气 继续慢慢地一吸一呼 感受着身体慢慢放轻放圆 继续慢慢地一吸一呼 随着一吸一呼 让身心慢慢地放松 让压力焦虑 随着每一下呼气 逐渐离开身体 让压力焦虑 继续慢慢地吸气 继续慢慢地吸气 慢慢地呼气 慢慢地呼气 好好地感受着小福的一起一伏 今次的练习就快完结了 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给多三个呼吸自己之后 就可以慢慢地张开双眼 在下一个感动压力的瞬间 你也可以随时随地 用这个练习照顾和放松自己 是他们有多出 unut吗 是我们感动的 第一个呼吸自 就是他们感动了 是我们感动的 每一天都会有更多地感动的 是我们感动的 就是我们感动的